James Harden 連續30分 game 破了 好啦 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 James Harden 我們今天要介紹 James Harden 因為 James Harden 這個滿臉鬍子 看起來好像打球不是很認真 然後交過很多女朋友 很愛玩 可是呢 卻拿過NBA MVP 還拿過PAC10 MVP 而且呢 兩度帶領 他的高中球隊 Artesia High School 打進了這個加州高中的 最後的State Championship 而且贏了冠軍 像這樣子一個球員 他的冠軍之路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他從小是怎麼長大的 要講 講到James Harden 就要講其他媽媽啦 從小一手把他帶大 他的爸爸呢 原來在海軍裡面 結果後來因為呢 吸毒的原因 常常進進出出監牢 所以James Harden呢 其實他跟他爸爸是同名的 他是James Harden Jr 可是他現在 他現在還願意承認他自己是個Junior 所以他對他的父親沒有非常的諒解 那這個球員呢 他的身材是非常強壯的 他有一個Half Brother 叫Akiel Robinson Akiel Robinson呢 也跟這個James Harden一樣 是一個強壯的運動選手 他是打美式足球的四分位 後來跑去Kansas State去打美式足球了 不過呢 好吧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不適合Kiel Robinson 是James Harden James Harden James Harden在小時候呢 他就有氣喘病 所以呢 他媽媽讓他長大的這個地方 叫做Ranchel Dominguez 這是一塊在Compton旁邊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很強大的籃球競爭的環境 所以James Harden一年12個月在這個地方 練就了一身的功夫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呢 James Harden的媽媽覺得 啊 在這個地方打得好像有一點危險 因為這個內部份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 很多這種中產階級慢慢的開始 累積起來這些家庭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有中產階級的緣故 有很多啊 這個去偷他們的房子 去搶他們的東西 所以呢 覺得不太安全 就把他送到大概15分鐘以外的 叫Arteja High School 那這個Arteja High School呢 也是洛杉磯地區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球隊的學校 所以James Harden到這個地方呢 更是如一朵水 雖然他在第一年級的時候只有六尺一寸 打得普普通通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長到六尺三、六尺四左右了 已經就是這個球隊的主力 那他到了這個學校以後呢 他本來想說 我以後一定要去UCLA 因為呢 我最喜歡的球員 叫Jason Capono Jason Capono是打過NBA的一個白人射手 當時也是從Arteja High School 後來去了UCLA 然後進了NBA Arteja High School之前還有像 Ed O'Bannon這些很強大的選手 全部都是走到UCLA 然後才去了NBA的 那他為什麼要去Arizona呢 哦 原來他們當時的總教練 後來去了Arizona State 當了助理教練 所以看起來好像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舉止 就是先把他的總教練挖來 然後慢慢的他的明星球就跟來了 那第二件事情是因為他的母親呢 這個得到了他祖母過世以後 在Phoenix地區留下他的一個房子 所以他馬上就搬到Arizona去了 那James Harden去Arizona State 變成好像一個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到了Arizona State以後呢 本來Arizona State 是一個不是非常強的PAC10的學校 可是呢 卻在連續的兩年呢 被他給扭轉過來 而且James Harden在PAC10的表現 又是非常的好 所以贏了PAC10 Play of the Year 然後進了NBA 到了NBA以後呢 大家可能對他 因為他很沉默 不太講話 然後呢 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呢 對他不是非常的諒解 中間呢 還有交過 這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女朋友 像Chloe Kardashian 所以大家覺得他很花 那實際上 James Harden所打出的成績 在這幾年來看 真的 不是太多人真的可以比較 他曾經拿過60分的大三元 擊破了Calvin Murphy 57分大三元的紀錄 他也順利的拿下NBA的NVP 在這個球季呢 更是有連續32場比賽 可以得分超過30分的紀錄 還有目前為止36分以上的平均 這個要比Kobe Bryant在當年 一場比賽出手27次 平均只能拿下35分那一季 還要再多 James Harden在這一季呢 平均出手24次左右而已 所以 以Efficiency來看 以個人能力來看 James Harden又打出了 NVP的一年 那這個小朋友呢 他已經不是小朋友了 因為他滿臉大鬍子 因為 他當時在2008年說 為什麼大家都叫我 Young Man Young Man 其實 我看起來並沒有很老啊 所以在2008年 就像一般的大學生一樣 懶惰 所以懶得去照顧他的 嘴巴下面的毛 因為嘴上有毛 辦事才老 他這個鬍子就越長越多 變成了一個 現在象徵他的一個形象 The Bear 五星插了柳成英 變成了一個 全世界可能 最受注目的大鬍子 那 James Harden他的職業生涯 到底未來會發生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他在今年真的可以拿下NBA的總冠軍嗎 以西區目前看到可以跟荊州勇士對決的 好像也只有大鬍子的球隊 在這個球技當中呢 火箭隊是唯一三場比賽 而且現在是連四場 包括去年的例行賽的時候呢 連續擊敗了去年的總冠軍 荊州勇士隊 而且在第三場今年的比賽裡面 James Harden還沒有上場 火箭隊仍然擊敗了勇士 所以James Harden在他籃球的生涯 在他成長的過程搞不好真的會在 NBA的冠軍歷史上面 記上一筆 成為擊敗荊州勇士隊的球隊 好了以上就是James Harden的故事 如果你喜歡或希望我們可以介紹 更多NBA球員的故事的話呢 那麻煩你們可以留個言 讓我知道你想知道看誰 那更重要的是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喔 就在這個地方打個勾 叮噹 你就可以訂閱到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那個人